我認為崩潰 無論是由港鐵和承辦商之間的關係 承辦商和政府之間的通報機制 和政府向市民透露的那個機制 可以說是完全當年無存 大家不要忘記 政府就聲稱那一條會展站的支撐者 他就看傳媒才知道 他覺得港鐵的做法是不對的 但是如果2016年1月的時候 是否政府要跟著知道呢 因為港鐵已經給了保護處派 如果他知道的話 由來通報的話 這次他就是幫兇了 他不可以只得個鬧字 所以其實整個的通報機制可以說是崩潰 就是完全是沒有意義的了 無論是巡查簽名變成了行禮如意 接著去到互相通報的機制 政府亦都有涉嫌有機會是隱瞞的 所以錯就似乎逐個一路錯下去 當中包括承辦商不向上報 就算發作不合格通報 港鐵亦都不會告訴政府 而政府就算批了他們的圖則去修訂 但原來政府都不會向市民公布的 重重疊的出現問題 而是連番的失誤 政府已經不能夠只是說從傳媒得知 就可以解釋一切 而港鐵更加內部的文化 是出現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都是說那句 根據86章的調查委員會 是不能只是查紅磡車站的確建工程 是一定要全條的沙中線 是好好地去瞭解 還有我都要求政府要擇成港鐵 是要去盡快要求港鐵 就著沙中線匯展站的所有資料 要做一個全面的提供 當市長有いく佛的資料 有這樣的狀況 其實有關於是 年後對 eccentric舉辦公文 事情來自公布的 首先從凡門一開始 資料是美國政府發展的 會在最近細節 對馬鈴 坦率 也 或 ami 建議員工具有所採取的抗議 工具有所採取的抗議 搖延無法直接拖延 業員工具有所採取的抗議 师傅所採取的抗議 首先政府包含是稍微的地方 而言之,政府總共取得清明 但是政府甚至公司 不曾淘汰或订阅公司 regarding this very important issue and though this non-conformance notice has been issued by the mtrc so you can see that the whole the whole system now i would say is collapsed because the contractor won't report to the mtrc and the mtrc won't report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also did not report such an important incident to the public so we can see that the whole system or the whole reporting system is now collapsed so i do i do urge the government or demand the government to set up a new system as soon as possible so so as to so as to report the important and critical incidents to the public as soon as possible thank you you